您现在收看的是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莫将凶残视为当然 当我们习惯凶残地对待动物的时候 我们也将会残忍地对待人类 当我们冷血面对垂子挣扎的生命时 实际上也扼杀了我们自己的人性 人类为了口腹之欲去残害生命的同时 也吐露了自己的心灵 一位年轻的母亲把一只活龟带回家 走啊 赖小姐 你篮子里买的是什么东西呢 我刚买了一只活龟 准备回家给我儿子做一道菜 那你怎么没有让卖龟的摊贩帮你把它杀掉呢 这道菜啊 如果要味道鲜美 就必须将龟保持鲜活 所以不能先将它杀死的 原来是这样啊 这位年轻的母亲当着儿子的面 将买回来的活龟放在一边 煮上开水 妈妈 水开了 哦 我知道了 妈妈 你直接将乌龟扔到了滚水里 它会不会很痛啊 宝贝 没关系的 这道菜要煮得好吃 就必须这样做 这只濒临死亡的乌龟 正在拼命地往上爬 靠着锅边向锅盖爬去 用头引开锅盖 向外祈求似地看着 当小男孩看到了这只垂死的龟 对人类绝望而无助地试着 他的目光强烈地刺痛了男孩 该死 竟然还能爬出来 给我下去 儿子 我的宝贝 你怎么了 那只龟无助的眼神 为什么会对男孩造成内心的创伤呢 而作为他母亲的成年人 却无视那只龟向我们人类发出的最后哀嚎 难道我们成年人就应该对其他生命变得麻木 且无动于衷吗 在那个大饥荒的年代 两位猎人历经千辛万苦 在荒野中寻找猎物 哦 有东西 小声点 小声点 前面好像有猎物 太好了 终于有猎物出现了 是一只羊 快开枪 别让它跑了 哈哈 太好了 打住了 打住了 那只羊昂着稚气的头 雪白的耳朵低垂着 用明亮而天真的大眼睛望着猎人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觉得他的眼睛里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好像我和他似曾相识一般 他动了动 像是要站起来 但无能为力 肚皮一起一伏 鼻孔一张一合 他不行了 流了这么多血 应该快死掉了 我们杀死了他 我们这么做 真的是对的吗 人类在对动物们肆意杀戮 以取得食物之时 内心深处真的没有隐隐作痛 没有自责吗 欧洲有一位哲学家 他每天都会到动物园 去看望一只被关在铁笼子里 非常聪明的黑猩猩 你看 那个人又来了 他最近天天都来 而且只看这只黑猩猩 真是个怪人 你说那个人呢 他可是一位哲学家 他是位哲学家 是啊 他似乎能读懂黑猩猩的内心 哲学家在笼子外 一直地凝视着黑猩猩 而这只黑猩猩 也用大大的无辜的眼睛望着他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动物园关门的时间快到了 亲爱的 你眼中所散发出来的孤独 是那样的深沉 你一定是想念自己的故乡和自由吧 对不起 我替捕捉你的人类 向你道歉 亲爱的 再见了 我会再来看你的 哲学家和黑猩猩 一定从相互深切的凝视中 了解了对方的心 面对动物们各种不幸的遭遇 你们是不是早就习以为常了呢 难道人类真的早已将对动物的杀戮和灭袋 当成一种习惯 在十九世纪的德国街头 一位车夫正在用皮鞭不停地鞭打着一匹马 你这匹该死的畜生 看我不打死你才怪 那匹马被打得遍体鳞伤 而路人则视而不见 没有人出面阻止 爸爸 那个人为什么要打那匹马 他看起来好可怜啊 那匹马一定是不听话了 所以才需要教训 啊 是这样吗 然而有位思想家刚好路过 看到这幕景象后 他竟然失控地跑了过去 抱着这匹马痛哭失声 啊 这是怎么回事 我苦难的兄弟 你真是太可怜了 他我怎么能够这样对你呢 我苦难的兄弟啊 哼 这个人一定是个疯子 快把他送到疯人院了 思想家被送进了疯人院 而所有无视马的眼神 马的命运 甚至是虐待马的人们 都被当作正常人看待 草会干渴 鱼会疼痛 羊会流泪 狗会想念 我们人类既然自视比他们高等 那么我们将如何展现 身为高等动物的智慧和文明呢 我们所谓的文明 就是对生态界弱小者的麻木和末世吗 他们来到这个世间的使命 并非是为了要成为人类的食物 那么我们能否怀着慈悲平等的信念 让他们活得更有尊严 此时也觉得欣慰呢 从我懂事起 三姑姑家的经济状况一直不太好 家里除了她和姑丈外 还有一个表哥和一个表姐 多年来他们一家四口 住在一间不算大的平房 家里还有个小仓库 你们两个能不能安静点 别跑了 爸爸回来了 是爸爸回来了 爸爸 我姑丈年轻的时候是个货车司机 他最大的嗜好就是去河边抓鱼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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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捞到这么多鱼啊 是吗 让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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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呢 是啊 今天货比较少 送完就回来了 还顺便去河里抓了几条鱼 今天晚上就煮鱼汤喝吧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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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鱼汤喝喽 有鱼汤喝喽 我姑丈最喜欢在春天 结冰的河水更融化时 去捕捉刚刚孵化的小鱼 哎呀 王先生 这么早你就要出车了呀 没有的 我是要去河边抓鱼 啊 抓鱼 春天刚到 河面上的冰还没完全融化呢 现在有鱼吗 当然了 这个时候正是捕捉刚孵化的小鱼 最棒的季节 刚孵化出来的小鱼怎么能抓呢 老人家不是都说抓小鱼的罪业非常大 会遭到果报的啊 孤丈每次都能捕捉到上百条的小鱼 而这些小鱼大部分都被高价卖给了餐厅 只有小部分留着自己吃 或是送给亲友 三姑姑一家人为了生活一直疲于温命 可是家境却不见好转 有一年过年前 家里竟然还遭小偷 每逢过年 大家都会事先准备年货 三姑姑家也不例外 好多年货 是啊 爸妈 今年我们家怎么准备了这么多年货 今年我们家的收入终于多了些 所以就可以多买些年货 我们一家人 今年可以过个好年了 太好了 太好了 结果有天夜里 他家小仓库的门被人撬开了 啊 老公 老公 你快来 发生什么事了 老公 你看 辛辛苦苦赚钱买的年货 全部都被偷走了 唉 他们一家人真可怜哪 好不容易存钱买的年货 竟然全都被小偷偷走了 可不是嘛 一件都不剩 这个年要怎么过啊 你说那小偷也真是奇怪 那么多有钱的人家不去偷 怎么偏偏就偷他们家呀 他们家可是我们这里最穷的人家了 我想这应该是因为业障的缘故吧 业障的缘故 这话怎么说 你不知道啊 王先生每年春天都会去河边捕捉刚孵化的小驴 而且每次抓都是上百条的 老人家不是都说小驴苗不能抓吗 抓了是会遭报应的 我看他们家就是因为这事才遭到了果报 那年春节 三姑姑家全靠亲戚们出手援助 才勉强过了个像样的年 转眼间 十多年过去了 三姑姑一家人 十多年来一直疲于奔命 努力赚钱 可是家境却没有好转 今年表姐出嫁了 表姐夫是一位学佛的人 这位三姑姑家带来了希望 王先生你在忙什么 今天啊我女婿要来家里吃饭 我刚去河里抓了一些鱼准备招待她 哈哈哈哈好的 那你快去忙吧 嗯 嗯 女儿女婿 你们看我带什么回来了 哎呀 爸 你去抓鱼了 是啊 知道你们今天要回来 我特地一大早去河边 抓了些小鱼要给你们吃 小城我告诉你啊 我妈煮的炒小鱼最好吃了 啊 这不是刚刚孵化出来的小鱼吗 是啊 这种鱼最新鲜 口感最棒了 爸爸 爸爸 你以后不要再抓鱼了 呃 为什么呀 我学佛多年 知道沙生是极大的罪业 而您抓的又是这种刚孵化的小鱼 那罪业就更大了 女婿 我可是不相信什么因果业报的 但好景不长 三姑姑的胆结石 越来越严重 再加上她本来肠胃就不太好 原本瘦弱的身体更加虚弱了 发病的时候经常痛苦不堪 唉 我妈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这究竟是为什么啊 我想 这都是沙生的果报 沙生 你指的是抓鱼吧 可是 鱼都是我爸抓的 我妈从来都没去河边抓过鱼啊 但是那些鱼都是他煮给大家吃的呀 如果这样都能遭到如此的果报 那我爸岂不是更危险了 嗯 果然过没多久 骨掌便检查出得了肾脏病 只能靠洗肾维持生命 要想治愈的话 只能换肾了 医生说 现在只能靠洗肾维持生命 还对等待换肾了 不要着急 应该很快就可以换肾了 是啊 事已至此 着急也没有用的 医生说了 以往换肾 最快要等好几个月 运气不好的话 就算等个一年半载 也不一定会有合适的肾脏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也一起过去念佛号回向吧 好的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没想到佛菩萨加持感应非常迅速 当天下午就有了合适的肾脏 骨掌的运气可真好啊 这么快就可以换肾了 是啊 连医生都不敢相信呢 说这是他们遇过等待时间最短的 这都是我们念佛的结果 由于佛菩萨加持 所以才会如此快速 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顺利换肾的骨掌手术后第五天 便产生了严重的排斥反应 呼吸系统及循环系统都受到了影响 脑基水导致昏迷不醒 被紧急送入了家户病房 顾掌住进家户病房一个多月了 却依然昏迷不醒 家人们甚至都开始讨论起料理后事的问题了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啊 不要太难过了 一定会有办法的 老公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才能帮助爸爸啊 学佛的师父曾经说过 放生是最大的善果 爸爸他过去杀生太多 我想只有透过放生忏悔 才能弥补他过去所种下的恶业 就在当天 表姐发动家人买鱼放生 并嘱咐家人们经常念佛 吃素不要再杀生 几天后 姑丈终于死里逃生 从家户病房转回了普遍病房 医生说真是奇迹啊 因果绝对真实 放生念佛 绝对能从悲惨的困境中转回光明 鱼王捕鱼夫 在海边的小镇里 有位何先生以捕鱼为生 每隔一段时间 他都会驾驶着自家的渔船出海捕鱼 你们听说了吗 前几天老张出海捕到了一条大鱼 足足有七十公斤呢 是啊 我还听说呀 有家餐厅出高价买下了那条鱼 老张这次啊发大财了 唉 要是我们也能抓到 那么大的一条鱼该多好啊 洪大哥 你出海捕鱼那么多年了 有抓过那么大的鱼吗 没有 不过我以前见过 有人抓过上百公斤重的鱼鱼 啊 上百公斤重的鱼鱼 是啊 而且人家也是开和我们一样的渔船 唉 我们怎么就没有这种好运气啊 哎呀 看来我明天出海的时候可要加把劲 也抓条大鱼鱼回来 嘿嘿 好啊何大哥 那我们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你抓到大鱼的话可要记得请客呀 嘿 没问题 何先生的太太是一位虔诚像佛的人 她非常反对丈夫出海捕鱼 劝说了多次无效后 她便经常买鱼进行放生 希望这样做能够稍稍弥补丈夫所犯下的沙业 哎呀 何太太 您来了 今天又要买鱼吗 是啊 这些鱼你帮我装进桶子里吧 好的 嘿 这个人真有趣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拿着水桶来买鱼的 你才刚来 所以不认识她 这位何太太的丈夫是位渔夫 啊 渔夫 渔夫家还需要买鱼吗 你有所不知啊 这位何太太一心向佛 而她的丈夫却以捕鱼杀身为业 她一直劝丈夫改行 可是她的丈夫却依然我行我素出海捕鱼 何太太为了减轻丈夫所犯下的罪 因此经常来买一些鱼去放生 原来是这样的 胡子慈悲 我知道我的丈夫犯下了深重的沙业 希望我这样做能够挽救她 当天晚上何太太得知何先生 第二天又要出海捕鱼时 也再次好言相劝 你明天要出海吗 是啊 这次我打算去远一点 可能要三四天后才会回来 老公 你就听我一句劝吧 不要再捕鱼了 否则总有一天你会遭到报应的 我明天就要出海了 你却说出我眉头的话 报应 我才不相信报应呢 老张捕鱼的时间比我久 抓的鱼也比我多 他有遭到报应了吗 不但没有 老天爷还让他抓到了一条大鱼 赚了一大笔钱 哼 不想跟你说了 唉 第二天一早 何先生便准备驾船出海 唉 何大哥 何大哥你快过来呀 怎么了 有什么事情吗 你们两人表情怎么怪怪的 何大哥你听说了吗 老张昨晚出事了 出事了 老张他怎么了 老张昨天晚上突然死了 唉 什么 老张死了 这怎么可能呢 刚开始我也不相信 昨天下午我还看到他呢 没想到昨晚他突然肚子痛 送到医院就断气了 这么快 医生没说什么原因吗 听说老张上次抓那条大鱼鱼的时候 刺伤了手臂 昨晚又不知道吃了什么 结果导致休克而死 啊 怎么会这样 是啊 我刚听到这个消息时也吃了一惊 想不到平常身体那么好的老张 竟然会突然死掉 好 我听人家说呀 老张是遭到报应了 就因为他捕获了那条大鱼鱼 不要乱说 什么报应 老张那是自己不小心才发生了意外 我可不相信 这世上有什么因果报应的 你们等着看 我出海去抓一条更大的鱼鱼 我就不相信会有什么报应 何先生出海抓到一些鱼后仍不满足 怎么全是一些小鱼啊 看来要抓到大鱼得去更远的海啊 他为了能够捕到大鱼鱼 便把船开向更远的地方 在较远的海域 何先生果然抓到了体型较大的鱼鱼 哈哈 这里的鱼鱼果然比较大 为了保持鱼肉的鲜度 他用了非常残忍的方法处理鱼 哎 抓了这么多的鱼 竟然没有一条能赢过老张的 再试一次吧 说不定这次就能抓到大鱼了 何先生一心想补条大鱼 于是他又再一次撒下了鱼绳 就在这时候 何先生的鱼船突然晃了一下 凭经验他知道 有一条大鱼鱼上钩了 哈哈好像有鱼上钩了 而且应该是条大鱼啊 嘿嘿真的是个大家伙 兴奋的何先生急忙收回鱼线 好家伙可真重啊 这条鱼肯定会超过老张抓到的那条 不然海中的大鱼鱼猛的一拉 他将何先生拉上来的一段鱼线 又拉回了海里 同时鱼线缠住了何先生的脚踝 不好 救命 何先生在海里不停地挣扎呼喊 救命了 可是在这么远的大海里 他的求救声没有人能听得到 而由于他的挣扎 缠在他身上的鱼线也越来越多 几天后 海巡人员才找到了何先生的鱼船 并将他的尸体打捞了上来 何先生肆意捕鱼杀生 最终反被鱼网捕杀 因果报应不能不幸呢 老公 你当初为什么不听我的 现在报应降临了 一切都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请不吝点赞 012-001-202-608 有关弘扬佛教教义 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 供哉 点灯 慈悲施食 要供焉供 新逢释迦摩尼佛成道日 世尊成道日 佛子共祈悦 感念十方众 舒食共享夜 特举办神州中民祈福法会 即岁末联谊参会 恭请广护法师祖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12月30日星期五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熏席 同瞻法义共睦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岁末总回向 慈悲至夜 花莲中心举办 祈福消灾超建法会 恭送金光明最圣王金 点灯供水药供 甘露施食祭佛前大供 恭请常住法师祖法 日期1月1日星期日 到1月2日星期一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慧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2日星期一日 1日期 2005月1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